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虎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先帮我点个赞哦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图片下载器 它的卖点呢就是免登录免VIP任意下载 OK那咱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电脑桌面上 首先呢我们要去油火里边获取一下新的脚本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greasy fork 然后在这里呢输入图片下载器 然后我们直接往下拖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里我们点进去 然后大家呢应该是安装哈 因为我现在已经安装过了所以它形式是重新安装 那我们直接去油猴的管理面板里面看 OK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已经下载成功了 那我们的准备工作呢就已经做完了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直接去签图网去看一下我们要下载的图片 首先呢我的签图网的登录状态是未登录 那下一步呢我们要去油猴这里面看一下这个图片下载器该怎么用 可以看到它会提示我们使用图片下载器需要用all加w 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 OK那它会提示我们这是一个跨域资源的访问 那我们直接点击临时允许就好了 一直点 OK那点完之后呢我们的浏览器的右半面就会出现当前页面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 那我们其实随便点一个吧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小雪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下载成功了 OK那其实签图网这个list呢只是一个影子 如果说大家有其他喜欢的图片网站 都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去操作 那这里呢也不花费过多的时间 浪费大家的时间去做相同的一个操作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哦 那小虎牙期待与你的下次再见 拜拜